还没有美国身份的朋友有福了 想来美国永久居住的朋友有福了 美墨边境一日游 带好你的帐篷 带上你的老婆和孩子去边境排队吧 排期最短保证成功的移民方案 一人只要1000元 四人同行打九折 千万不要错失良机 报名专线818 AI News 818 AI News不成功全额退款 这就是目前美国最新推出的移民优惠 你还在考虑投资移民吗 你还在为了身份 想找个人结婚草草了事吗 这就是目前最简单 排期最短的移民方案 排期有多短呢 短到你一起床 人怎么都不见了 本来在美墨边境 Del Real大桥下面乱哄哄 像菜市场一样的一万多个人 不见了 帐篷也不见了 熙熙攘攘等待入关的非法移民 在那吃了几天面包 矿泉水之后 突然全部都消失了 真是奇怪 边境管理局已经说过了 当时那些人会在大桥下面搭帐篷 就是因为收容所满了 装不下了 所以最快清除那些移民的方法 就是把他们放到美国来 去答案 去答案 自 extinct'd are 17400 that weren't deported back or didn't return on their own to mexico how many of them either well first how many have been released into the u.s uh they're released on conditions and and approximately i think it's about ten thousand or so twelve thousand have been released yes and of the five thousand that are still in process we will make determinations whether they will be 全都放进来了 要说这些移民 真的不容易 美国身份没有那么好拿 首先你要忍受一切生活的不方便 而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 没有办法涂指甲 一个精致的女人 怎么能没有办法涂指甲呢 不管什么时候 指甲都是要干净的 漂亮的 Niji Niels的指甲油 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非常喜欢好看指甲油的一个人 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太忙了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美甲 那家中呢 常备一些漂亮好看的指甲油 某一天放松的时候 就拿出来涂一涂 方便快干 昨天Eason给大家推荐的色号是0618 非常非常好看的蓝紫偏光色 什么叫偏光色 就是你 手这样一晃就是蓝色 在那一晃又是紫色 非常非常绚丽 很好看 那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看完一下就行动的色号 它叫做Wet Morning 0403号色 大家看图片就知道 这个是非常清新闪亮亮的那种绿色 看起来就好清新 好可爱哦 这一瓶我已经定了 但是还没到 等我拿到手了之后 给大家图上 看一看上手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的网站有非常多 很惊喜 很漂亮的颜色 闪亮亮 好喜欢 欢迎大家去Niji Nails的网站 自己去发现 看看有没有惊艳到你的色号 大家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折扣码 AI News10就可以享有九折的优惠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说这边境一下放进来这么多非法移民 这国防部长啊 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 他专门呢 把数字压低一点 放进来 一万两千人 就是一个比较谦虚的说法 真实的数字 可能比这个还要高 那么这种行为 对于移民来说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非常公开的美国官方向这些地区的移民说 我们欢迎你 你不要听拜登嘴上怎么说 你也不要听贺锦丽嘴上怎么说 你就看他们怎么做 当时川普一上台的时候 做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建墙 听起来好像这个方法非常笨 但是你去看边境的问题 你就会知道 这些人真的是走过来的 所以建起一堵墙 告诉他们 美国是有法律 有秩序的国家 我们不欢迎你 直接穿过边境 走到美国来 我们欢迎你 通过正当的 合法的程序 进到美国 但是拜登的做法是什么呢 你就先在边境外面等一等 我们很快就把你们放进来 这对非法移民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 最清楚 最直接的信息就是 只要我们去了 美国就会让我们进去 虽然会在外面待几天 不过没关系 付出辛苦 总会有收获 现在呢 更是有源源不断的人向美国前进 因为他们看到了 这群在Dalriel桥下面等待的人 他们全部都成功的进到了美国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巴拿马的外交部长Erica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 现在有6万个海地移民正在去往美墨边境的路上 自从1月份以来就已经有超过8万5千名的海地人从巴拿马过境 其中大约已经有2万到2万5千人已经到了美墨边境了 大部分都被放进了美国 那这些移民进到美国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多了一些人来申请政府的福利吗 还是会给美国带来新一波的疫情的高峰 还是左派用大巴车把他们全部都送到红州 让他们记住左派对他们有多好 变成左派忠实的票仓 把红州慢慢的翻栏 还是说有更多的罪犯 也夹杂在这一些移民中间进到美国 从事贩毒 人口贩卖 把未成年的小孩送去做妓女的勾当呢 前卧底探员Tim Ballard 他的职业就是打击贩卖儿童作为性奴的人犯 而他看到的边境危机 远远不只是我们了解的这样 我们下一次 多少女生你带来得到 50女生 50女生 多少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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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Dollar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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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知道什么事就会在那里 他们会被驻驻 非常恐怖 公正 公正 我们现在有很多要说 about border politics and the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and what's happening to the children that are being smuggled and or traffick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number one consumer of child rape material, child exploitation material. So start doing the math and you think, okay, so where the demand, there's kids who are vulnerable, who are taken, who are lured, who are kidnapped, and the market is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 we get kids into that market? 所以你开始那里,你明白那里有卡丝 所以他们会到$14,000,000每天 在这种生命中的运动 人们和孩子们进入美国 我们有一个政策的政策 如果你是在Nicaragua 和你来到美国的美国 你会几个千元来到一个 smuggler 那 smuggler会到你去的 border 然后会给你一个小孩 我们曾经在那边 我曾经在那边 我曾经在10年 我们曾经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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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儿的肯定 他们说,就叫做这个小孩 这儿是你的孩子 然后他们就在这儿 然后他们几个小孩 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最后一天 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这儿 最后一天 只有孩子 中央人 在这些运动的地方 在这些很困难的地方 他们在那儿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送他们 他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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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他们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 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那里 和政治权力比起来 一些小孩被强奸又能算什么呢 有人死去又能算什么呢 我们还是可以装疯卖傻 我们说边境没事啊 要怪都怪川普啊 而在这些道貌岸然 违背宪法 违背信仰的这些高层人士里面 不仅仅只有左派的政客 L Sharpton 教会领袖 尽信会牧师 经常在各大电视台 各大节目上演讲 参与很多的政治活动 牧师一般给人 都是非常积极阳光正面的形象 因为是神的仆人 政客嘴里不说实话很正常 但是牧师恰恰应该是实话实说的代表 那么当L Sharpton 他到了边境去实地看情况的时候 当各个电视台的记者 都架好了相机要采访他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有人喊话问他 好多孩子都被下药了 被带到美国来 40%的孩子入境之后都失踪了 你怎么不为这些事情发生呢 新人选由 up to 40% of the kids that have come across the border have gone missing where is your voice then why are you not speaking up for these children sir why are you not being a voice for the children for all the kids that have gone missing why are you not speaking up for the children that have gone missing within the government nobody's screaming in your face nobody's screaming in your face nobody's even talking to you why are you not being a voice for the children missing at the border 40% of children that have come in unaccompanied are now missing from the border kids are being sedated at the us border why are you not being a voice for the children 好像当比较出名一点的人都要学会这一招就是假装听不见 这一招是政治场上的高招白宫发言人拜登贺锦丽还有nancy pelosi 使用的炉火纯青的招数这一招被这个大牧师el sharpton也学会了 面对这么直接尖锐的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 川普的支持者跟这些右翼分子爱喊啥就喊啥咱们不在乎 我们只要继续做对的事情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的 好像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政党说起话来全部都是一个套路 他们就是要你觉得他们是爱人民的他们是为人民做事的 他们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而这个人el sharpton 他作为一个牧师嘴里出了一句实话也没有 作为在政界在电视界都这么有名有影响力的人 按照神的话语去说话形式就那么难吗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和左派同流合污 因为边境的开放那些被当成性奴的孩子 那些死去的孩子那些被贩卖被折磨的孩子他一句话也不想提 希望收看我们节目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要被这种牧师影响 也不要被你看到的左派牧师影响 非常大一部分我认识的牧师都是敬钱爱神的好榜样 遵循神的教导来牧养教会的好牧师 所以还是继续欢迎您来到教会里面 好那我们看到左派一直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扭曲的工作 边境这样的危机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杀人流血犯罪 他们说这是爱这是怜悯 那对于堕胎这样的法案 他们看到的是女性的选择权 而看不见这个是杀人 上周五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 那这个立法非常明显就是冲着德州的堕胎法案去的 这个立法规定医疗服务提供者有权提供堕胎服务 患者也有权接受堕胎服务 而不受各州和反对堕胎的机构的任何限制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允许你可以随便堕胎 只要你想不管你是不是下个礼拜你就要生了 你还是可以去找一个医生来为你堕胎 这个法案可是女权主义者打了一个强心计的感觉 国会议员赵美心不知道住在加州的朋友对他熟不熟悉 我以前是经常在各个场合看到他在台上讲话 不管是什么活动主办方都非常喜欢邀请他出场一下 毕竟是国会议员嘛 好像请到他还是一个特别有面子的事 那么他就针对这个堕胎的法案接受了采访 场面好感动好激励呀 我感觉我女性的权利一下都回来 我们有 Że Emmett이는时针对打 Jahren 我们就发出来大的j主阶俩 当中第1个女性活动时 We cut the Women's Health Protection Act Out of the House It was so gratifying The Achieve人们是初表的 drums The House Get up From worn out during veste Frontliners longtime members everybody speak out about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the freedom to make choices over your own body and so now it is time for the Senate to act and I am so glad that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announced he would do a the and place the historic vote on the Senate floor this is significant and let me tell you all of this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tireless support of my colleague and Senate co-lead on WIPA Senator Richard Blumenthal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many many groups who brought us to this point NARAL pro-choice America and so many of our coalition partners who are here today as well I can truly say that last week's historic vote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without advocates like you doing the work on the groun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d a pro-choice majority in Congress and so now with another vote coming up we need the Senate to know that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are on our side and demand that we act immediately to protect our bodies from radical right-wing politicians 又给我们戴帽子 只要是反对杀人的人就是激进的右翼分子 这个场面好像颁奖典礼就是一直在感谢呀然后感谢国会 里的这一位呀感谢我的同事啊感谢大家的帮忙啊所以在众议院 大多数的人都投票同意杀死小孩这个是我们民主的一大进步 这个是我们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no大多数美国人都很清醒大家都搞得清楚 堕胎就是杀人的这件事情堕胎并不是对女性的保护而是对女性的伤害 从中国来的朋友可能对堕胎习以为常因为我们这一代呀就是独生子女的一代 那从小在电视里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堕胎广告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保健 如果美国这个法案通过了在美国的电视里你也会看到类似于医疗保健的堕胎广告 一个女人呢很开心的在草地上奔跑啊然后她的老公把她举起来两个人抱一圈呢 大家看时间长了这种东西就会对堕胎这种事情变得习以为常 反对堕胎的人就会被说成是思想陈旧的老古董 虽然左派推动堕胎的行动被他们自己说成是女性的生育权 是为了女性的健康 但是生育权是什么 生育权是你可以自由的去生产你的小孩 没有任何的拦阻 只要你想哪怕你是大龄产妇 你想要自己的小孩你还是可以去试一试去拼一拼 但是我们很清楚堕胎并不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 而是会给女性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 被杀死的那些小孩会被分虚去做各种各样的变态实验 比如像把头皮放在老鼠的肚子上缝起来一样 他们这些行为可以养活一整个黑暗的产业链 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明星为了支持堕胎 把自己血淋淋的过去剖开来给大家看 他们当时可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去选择堕胎 但是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说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这是一个过了几十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办法释怀的事情 都是在夜深人静会想到的事情 但是他们又同时感谢这些死去的小孩 因为他们的死才成就了他们今天拥有的美好的生活 他们组建家庭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有美好的事业 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通过我们对工作的努力认真 我们为人的诚实善良获得的 而不是通过杀人 堕胎就是在跟魔鬼签订一个契约 你愿意亲自杀死你的小孩 然后把它献给魔鬼 跟魔鬼签订契约或许会让你在短暂的人生中得到很多金钱地位名声 过上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但是内心深处却被魔鬼的枷锁捆绑 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换来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遏止堕胎的这种事情继续在美国发生 我们要遏止这种流无辜人的血的这种行为在美国发生 而且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看看留言吧 好 来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那第一个这个留言呢 这个朋友他说 刚刚在推特看到有人说 取代不打疫苗的国民警卫队到2022年6月才会强迫打疫苗 换一批人里面还是有人没打疫苗的 那当初为何要开除这些医护人员 对啊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这就是一个政治努力 是 因为 其实post office也不需要 然后教师工会好像也不需要 就是他们只要是跟政府有关系的工会 有捐钱给民主党的 几乎都不需要 那国民警卫队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就是目前executive branch的一部分 所以说 这一切东西你都看得到是政治操作 这整个疫情这个东西都是政治操作 很多人会觉得说都是因为疫情 所以现在才会经济衰退 其实不是的 很多国家什么瑞士还是瑞典 他们从头到尾没有封锁东西 他们疫情其实也不严重 大概就是跟一般的那个得病的比例差不多 那他们经济并没有衰退 真正让经济衰退的是面对COVID这些政策 你现在会没有工作 然后你现在会怎样怎样 你的公司倒了 你的餐馆倒了 其实是因为政策的关系跟COVID一点关系 对都没 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 OK 女主播 在23分左右提到其他信仰团体所办的媒体 并说内容是以邪教或以反共为主的也好 女主播是在暗示别的信仰是邪教吗 这是耶稣的教导吗 对他人善良的信仰侮辱是很不应该的 希望贵节目能正式澄清 也表达诚挚的歉意 不同的正性都有神在看护 人们应该彼此互相尊重 OK 这个女主播很明显说的就是我 除非她看错了看成是你了 我已经太多人看错了 对 然后他这里是说希望我能够正式的澄清 也应该表达诚挚的歉意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我没有暗示 大纪元法轮功他就是邪教 对不起我没有说的很清楚 我应该说的更清楚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 为什么对于我说法轮功是邪教那么生气 法轮功是邪教的这个事情 还有人不知道吗到现在 对 而且我说真的你如果说大纪元这个媒体公司的话 我觉得他某层面上面是好的 是有帮助 他有这种 然后尤其是他们在做外国的媒体的这一方面 就他们写的那些报纸新闻呢 都是右派的新闻呢 然后是对我们来讲很多信息是蛮有帮助的 对 但是你说他们的信仰理念还有各方面的话 那个就不是一个应该要 就是法轮功这个东西啊 我这个之前我从来我也没太跟我的朋友讲过 很多人都不知道 法轮功这个东西我接触了至少有20年 东北啊 简直就是一个法轮功的一个 一个窝点吧 然后很多你可以在小区里 然后尤其他们的这个target的人群 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群 我自己的外公 我们东北叫老爷 他就是一个 还有他跟我姥姥就是我外婆 他们就是信了法轮功信了20多年的 两个人 阿布威拉也是 阿布威拉 两个的阿布威拉 是他们就是信了法轮功20多年的两个人 你说他是不是邪教 还有人比我更了解吗 我一回家我就看到那个 李洪志的照片放在那前面放三炷香 还让我去买水果 你说你说这个东西他不是邪教吗 李洪志现在人在纽约啊 那你说他现在把这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商业性质的东西 你说成功成功 他应该是赚了蛮多钱的 应该是很成功 从一个东北的一个穷小子 然后一直出来到现在做这些东西做成事业 但你说他是不是邪教 他是邪教 因为李洪志告诉大家说 不要去医院看病 有多少人真的相信 有多少人因为他说 不让你去医院看病死掉了 我外公怎么死的 我外公就是因为这个死的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邪教 法轮功就是邪教 法轮功他们拜的神就是李洪志 李洪志就是个人 而且还是个东北人 我觉得比较让我不开心的地方是 他说这是耶稣的教导吗 这就是耶稣的教导 你去圣经里面找一句说 你可以信其他宗教的 然后你可以去拜其他神的 然后你要尊重其他神的 我们要尊重其他人 其他人的信仰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神是 是假神呢 他们拜的就是假神呢 就是他们爱做什么 是他们的事情 你会看到有的人 他会做些很恶心的事情 你不会去做 但是你说你能不能做 你去做我不会拿个绳子去绑你 我只能实话实说的告诉你 还有不同的正信都有神在看护 人们彼此相应是相互的尊重 对不起这里还要冒犯你一件事 就是实话实说只有一个神 除了这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三位一体的真神之外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神 没有神 只有这一个神 特别是李强志 都还口 他那是活菩萨的概念 他说他是创造宇宙天地间最大的神 是啊 他说所有生病的人不用治病 你只要跟我祷告 我看你一眼就好了 这全部都是他在以前去那个到处去讲道租贵堂 我们家里放的以前全部都是卖的周边产品 什么那个小小小印章啊 什么什么这那那这的呀 我老爷去把钱全部去银行换成一块钱 在上面盖章法律大哥好拿去白送人钱 接下来一个疫苗政治化史无前例 把打疫苗上升为离奇的不可思议的介遇 越想越蹊跷 什么时候疫苗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政治指标 这群左逼疯了吗 想骂人呢 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一步棋下是非常聪明的一步 非常非常聪明 美国给的钱他们去做 做完了放来了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这个之前 他们就已经想好了说之后我们都要什么 他们在研究这个时候就说 我们来做个病毒吧 给大家放一放读一读 那那个时候他们肯定就知道了说 之后我们要lock down 然后我们要怎么知道 人家那个计划表啊早就做好了 可能这就是一个什么商业企业的 什么十年计划的其中一步 所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病毒政治化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一开始要弄Donald Trump 然后这个我只能说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步棋 他们下的就是很丑 然后他们没有先搞好 但是管用了 对 你说一开始 翻疫苗的人是谁 Andrew Cuomo 前纽约州州长 Nancy Pelosi说 如果说这个疫苗是Donald Trump出来的话 我就绝对不打 然后那个 Kamala Harris就说 你们不能相信那个疫苗 然后Andrew Cuomo还出来说 我们不能相信CDC 我们不能相信FDA 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大的组织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 现在他们每一个都在那儿停疫苗 你不停疫苗的话 你就被抓起来 然后你就要被开除 他们肯定是知道早晚会有这一步 但是他们没想到川普先把疫苗弄出来 他们肯定就是知道说川普这四年就肯定会下去 没想到川普这么快把疫苗弄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告诉大家说 不要打不要打 然后说那个怎么怎么样 他研究出来疫苗我不相信等等等等 等川普过去之后 这个好的高帽 全都给他们 拜登他们都戴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给他们就是有点出乎意料 所以会让大家现在看到说 他们讲话怎么来回反来反去呢 当时是这样说 为什么现在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川普动作太快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那个拜登那个旧子典礼 然后最近那边讲 他就说什么 我们年初的时候没有疫苗 然后什么什么 他老人家第一个打的 对不对 他竟然会不知道 他是就是在川普还在认的时候 他就去打疫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的剧本就是这样写 他就他就不承认嘛 当时那时候还说 那时候没有啊 川普在的时候没有疫苗啊 我弄的啊 我上来之后才有啊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演员的 太入戏没办法 你这剧本 实时改一下 是不是谁负责这一块的 左派里头没做好啊 没做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播放一下 非常正能量的 而且是传递真的价值观的 而且是真的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希望所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们 真的去看一看 我会为你们祷告 愿你们早日的能够收起 顾到主的名下 因为只有真神 才敢说别的是假神 这叫打假 假神从来不互相说 你爱信啥就信啥 我包容 你卖个泡面 你叫康师傅 我卖个泡面 我叫康帅伯 那这样的话呢 谁会告谁呢 我康帅伯 我肯定不会去告你康师傅了 对 康师傅抓到说 哎 打假 他卖假伯 他怎么学我呢 康帅伯 康师傅写起来多像啊 这几个字 对 我刚才一想才想到 嗯 对啊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啊 大家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思维 一去考虑就知道啊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跟永生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也希望大家早日的 能够突破 你从小接收到的这些观念 能够早日的突破 撒旦给你灌输的这些东西 脸上蒙蔽的帕子揭开 你就看到 真的神在这里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给大家放一下 神的事工 神奇传播 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看的 传递真理的想法片 拜拜 大家 我是Polisha 我是Etan 拜拜 这一天 小李又约了老王出来喝咖啡 小李 最近都好吗 日子都差不多 只是有些信仰上的纠结 想听听您的意见 怎么了 您上次让我明白了信仰 不是司徒同归 但是我觉得 要信也要信中国人自己的教啊 不好去信一个洋教啊 那你的意思是 中国人应该信佛教才对了 不是吗 可是佛教原来是印度人性的啊 哦 对啊 如果是真理的话 应该是放珠寺海接准的 就像英国人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 全世界都接受 美国人富兰克林发现的电 你要不要用啊 嗯 电灯 汽车 飞机 当年都是美国人发明的 我们现在 离得开这些吗 这个 再讲个严重的 我们得了盲肠炎 能不靠西医的开导手术活命吗 没办法呀 有些病 只有西医才能医得好啊 不过 这些都是科学 我们现在在讲信仰啊 没错 不过科学与信仰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讲求的是真理 不受民族地狱情感的纠结 嗯 您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科学与信仰